职工盟召开特别会员大会大比数通过解散 多个熟会说会继续以独立工会形式运作 职工盟特别会员大会历时4个小时到刚6点左右完结 一共有75个熟会的职工盟最终有投票的67票当中 57票赞成,8票反对,2票弃权 赞成票超过5分之4,满足解散条件 职工盟强调从来都没有做过违法的事 我们只不过是为了务管权力做抗争 为了不公义的事情发声 至于你问我,我们解散了之后 我们面对的所谓政治风险是否消除呢 我一定答不到你 没有了一个延结的平台 未来我一定是崎嶇和难涵的了 哪里有不公义的地方,哪里有抗争的 部分熟会会继续运作 都支持,始终的气氛是这样的 退一退,起码叫做 对了,不用这么正面冲突 两年之前已经在说熟会独立了 已经在走这条路了 对于31年的职工盟 现在要解散 各熟会都觉得很无奈 我们是职工盟的创会成员 所以只不过回到我们未有职工盟的年代 就继续为公有服务 职工盟粗略估计有大约2000万的资产 将会用作员工薪金、遣散费、特惠補偿等等 剩下的钱会平均摊分给熟会 职工盟说上月19日起 已经暂停接收新的工人求助个案 而已经接收的个案 就刚刚已经处理了大约八成 稍后会再同熟会更进 无线电视记者,利尤昆布道